献球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公主坐在丝绸坐垫上 这是豪宅最里头的一个房间 垂着长长的头发 淡红色的脸蛋 如果不是在哇哇大哭的话 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偶人了 可是 呜哇 公主的哭声又大又厉害 与外面的那些淘气鬼没有什么两样 眼泪也不是珍珠 只不过是水而已 两手擦眼泪的动作 也与那些住在穷人大杂院里的鼻涕鬼没有什么两样 尽管这样 为什么只有公主不能和小朋友们嘻嘻哈哈的玩呢 公主就为了这个生气 已经哭了大半天了 阿橘 阿腾 公主喊着一直来玩的两个玩伴的名字 阿橘和阿腾是在难得不得了的考试之后 从许许多多的女孩子中间 好不容易才挑选出来的玩伴 公主和这两个小朋友 每天不是玩过家家游戏 就是玩偶人游戏 不过 阿橘和阿腾突然就不来了 已经有十天了 原因是麻疹 这种讨厌的小孩子的疾病正在全国蔓延 不管是阿橘或是阿腾 都病倒了 奶妈怕公主传染上麻疹 就不让孩子出入宅门了 没有了玩伴的公主 厌倦了稀罕的玩具 好吃的点心 发起脾气来了 从早上一直哭到现在 哭声飞过院子里的假山 树丛 回荡在长长的走廊里 这让奶妈也犯愁了 脸哄带劝的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走出了房间 哭累了就会睡着了 可是公主怎么会睡着呢 她哭得越来越凶了 哭着哭着 公主突然想起了前些天做过的那个梦 是一个自己在一片油花田里 与许许多多的小朋友玩的梦 有阿橘 也有阿腾 对了 全都是不认识的孩子 一大群 可是 穿着重重的欺慕机的公主 不管是赛跑也好 还是捉迷藏也好 总是马上就输掉 于是她就抬起一只脚 明天好天 把右边那只欺慕机给甩掉了 然后 又抬起一只脚 明天好天 又把左边的那只欺慕机甩掉了 白白的短袜踩在田野的地上时 甭提有多么快活了 公主一边抽的 一边又呆呆地想起了那片油菜花田的颜色 就在这时 突然从院子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你为什么哭啊 公主吓得肩膀头一抖 然后 就半睁开眼睛 从指缝里偷偷地看出去 细柱柳的影子里蹲着一个小女孩 正盯着这边看 可是 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钻进来的呢 阿菊 一边抽的 公主一边问 见她不回答 就又问 阿腾 这下 那个孩子又粗又大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是阿泉 阿泉 公主歪着头 她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 于是 她就猛地喝道 到这里来 这时 一个大大的线球 从细柱柳的后面咕噜咕噜地滚了过来 接着 阿泉跟在她后面一边叫着 一边跑了出来 看呀 好球吧 是一个皮肤黑黑的孩子 穿着一件碎白点花纹布的短小和服 头发归到后面扎了一个结 只听稻草鞋啪噠啪噠地响着 阿泉跑到了公主面前 又问了一遍 好球吧 那是一个用五颜六色的棉线绕成的大大的线球 而且 心子里头还装了一个铃 当她一滚起来 叮当叮当 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阿泉双手捧着那个线球 问 你也有这样的线球吗 公主眼睛瞪得圆圆的 一声不吭 公主的线球 虽然是用光洁的丝线绕出来的 但却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线球 十个二十个都布置 但是就连一个心子里头带领的都没有 公主老半天没吭声 最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于是 阿泉连连点头 啊 所以你方才哭个不停啊 我也是一样啊 我想要一个线球 哭了好久好久 最后奶奶才为我绕了这个线球 奶奶挨家挨户地讨来织布剩下来的线头 一段一段地接起来 好不容易才绕出这个来 织布剩下来的线头 公主轻轻地重复了一遍这句难懂的话 然后就像看一个什么稀罕的不能再稀罕的东西似的 直勾勾地盯着阿泉的线球 用线头就能绕出这么漂亮的线球 他问 阿泉笑了 解释给他听 是呀 因为村里织布的线全都用上了 这个蓝色的是我的和服 这个红色的是娃娃的棉袄 这黑色的是邻居奶奶的围裙 这边这紫色的原来是木炭店女主人的和服 不过 现在变成被子了 阿泉开心地笑了 可是 公主还是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于从来就没有见过织布的公主来说 想象不出穷人们是怎样用织布剩下来的线头 绕成孩子的线球的 公主摇晃着长长的刘海 问 什么是织布呢 阿泉眼睛里放射出光芒 这样说道 我现在就让你看吧 说完 她就突然拍起线球来了 豪宅那擦得发亮的眼廊下 阿泉的线球弹得老高 阿泉用沙哑的嗓子 唱起了公主就从来没有听过的线球歌 接着 在歌的最后 砰 线球就钻到了自己和服的袖兜里 阿泉用双手捂住了袖兜 说 往里头瞧瞧看 见公主待在那里发愣 阿泉就小心翼翼地捧着丈姑姑的袖兜 仿佛它是个活物似的 跪在地上蹭了过来 压低声音说 快瞧 在织布呀 公主朝阿泉的袖兜里瞧去 看到了什么呢 阿泉的碎白点花纹布的袖兜里 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女人 叮叮框框叮框框 正在织布 织布机上是一根根五颜六色的棉线 红的绿的黄的紫的 蓝的 白的 黑的 茶色的 这些彩色的线掀起了好看的波浪 织成了美丽的鞋纹布 织布的女人把和服的长袖子 系到了背后 那人是谁 公主问 阿泉笑着答道 是我的妈妈 说完 就猛地抖动了一下袖兜 于是 那个女人 织布机还有布什么的 就都变得智力破碎了 哎呀 全都坏了 当公主叫着 按住阿泉的手腕时 阿泉的绣兜里 就只有一个线球 在像陀螺似的 咕噜噜地转动了 公主哭算着脸说 没有了 线球从阿泉的绣兜里 滚了出来 啪的一声 掉到了眼廊上 公主红着脸 抱住了那个线球 叫道 这回让我来做一次 阿泉点点头 就又唱起了线球歌 喝着歌 公主叮叮当当地 拍着线球 歌唱完了 公主也让线球 进到了绣兜里 按住了淡红色的 长袖的绣兜 公主的胸口 怦怦地跳个不停 念咒式地嘟囔道 织布真的会有吗 然后又求助式地 把目光投向了阿泉 有呀 看 阿泉弯下腰 朝公主的绣兜里 瞧去 哎呀 随即就尖声叫了起来 这样的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阿泉叫道 公主急忙一瞧 天呀 袖兜里竟是油菜花田 满满盛开的黄花 如同波浪一样 在袖兜里连成了一片 太好看了 公主叹了一口气 然后就突然 按住了胸口 说 像以前的梦一样 想不到 阿泉也突然 阿泉也突然按住了胸口 叫起来 啊 像以前的梦一样 然后 就小声这样说道 我呀 前几天做过一个这样 奇怪的梦 阿泉讲了起来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阿泉和一大群伙伴们 玩着占卜天气的游戏 明天好天 阿泉叫着 往上踢木鸡时 不想腿一下子 抬得高过了头 木鸡像一只木头鸟似的 飞到了对面的田里去了 阿泉用一条腿 咚咚地蹦着 进到田里去找木鸡 可是 麦田这么大 阿泉的木鸡 究竟掉到哪里了呢 找呀找呀 怎么也找不到 阿泉在又高又密的麦子里 不知找了有多久 很快 天就暗了下来 阿泉 我们先回家了 伙伴们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 阿泉 再见 我们先回家了 阿泉要哭了 可是 找不到木鸡 明天就没有穿的了 阿泉在田里蹲了多久呢 很快 周围就笼罩在一片 朦朦胧胧的黄色的光辉里了 当阿泉还以为 这是黄昏的颜色的时候 他身边变成了油菜花田 阿泉在散发着 一股好闻的味道的黄花当中 做了好久好久 什么时候穿过麦田 走到这里来了呢 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打算要站起来的时候 阿泉的眼前扑地飞过来一只木鸡 哇 阿泉跳了起来 找到了 他禁不住叫出了声 可这根本就不是阿泉那只磨得薄薄的木鸡 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木鸡 又重又亮 漂亮的晃眼 是的 这是一只七木鸡 这样好看的鞋子 阿泉还是头一次看见 红漆上绘着金色的花卉图案 木鸡带上还有刺绣 上面还拴着一个非常可爱的银铃 阿泉的心一边砰砰跳着 一边悄悄地碰了一下七木鸡 突然 想要这只七木鸡的念头 像口渴一般的涌了上来 就是一直也想要 不 就是只有那个铃 阿泉也想要 明天好天 就在这时 从远远的对面传来了黄鹰一般清澈的声音 脚步声也离这里越来越近了 找过来了 阿泉那时一把就把七木鸡的铃揪了下来 用右手紧紧捏住 豁地站了起来 一溜烟地逃掉了 阿泉一次也没有回头 他终究没有看见那只七木鸡的主人 是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姐 哪还顾得上那些 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想法 美命地催促着阿泉的双腿 快点快点追上来了 阿泉汗流满面 不顾一切地逃着 可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油菜花田跑也跑不完 不不 是越跑越宽了 天呀 竟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 油菜花的黄色 像光的海洋一样 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连选在天空上的月亮 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 阿泉突然想 自己该不会是在同一个地方踏步吧 于是 一种说不出来的可怕 传遍了全身 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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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在喊 追来了 追来要铃了 阿泉一下子躲到了花中间 头顶上 阿泉阿泉的呼唤声 像风一样飘了过去 阿泉就这样在麦田里待了不知有多久 阿泉 阿泉 来接他的奶奶的呼唤声听上去 就仿佛是梦中的声音 阿泉 你待在这里干啥 有人敲他的后背 阿泉一下子醒了过来 私下里已经相当黑了 我在找木鸡 只听阿泉嘟囔道 找着找着 就飞过来一只漂亮的七木鸡 阿泉睡眼惺忪地抬头朝奶奶看去 奶奶一脸地吃惊 说 你做梦了吧 然后晃了晃头站了起来 走 快回家吧 阿泉的木鸡终于没有找到 阿泉抓住奶奶的手 抽抽搭搭地往回走 梦里的七木鸡实在是太漂亮了 自己那一只磨得薄薄的木鸡 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 可是回到家里 双手支在门口的横框上时 叮当一声落下来的 正是刚才那个铃 就是那个圆圆的 小小的银色的 阿泉马上把它捡了起来 心扑腾扑腾地跳着 一个人到屋外细细地打亮起来 我是从梦里拿来的呀 阿泉想 这时 一大群伙伴 弟弟妹妹的脸突然浮现了出来 他们都想要这个铃啊 阿泉要把它藏在一个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当奶奶说要给他绕一个线球时 阿泉就让奶奶把铃 嵌到了线球的心子里 这么漂亮的铃哪来的 当奶奶问他的时候 阿泉答道 过节的时候捡来的 阿泉说完了 公主飞快地叫了起来 我以前也做过油菜花田的梦哟 在梦里甩掉了七木鸡哟 一边喊着明天好天 一边甩掉了拴着铃的七木鸡哟 真的 真有这样好玩的事情 两个人的梦竟会连接到了一起 而且梦里的铃竟会在这个线球的里头 两个人轮流朝公主的袖兜里瞧去 看 就是那时的油菜花田 是的 就是那时的油菜花田 两个人相对玩耳一笑 从那以后 阿泉每天都到公主的院子里来玩 有时从墙洞里钻进来 有时藏在进入豪宅的运输车的蔬菜里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两个人就躲在树丛的影子里悄悄地玩 手球 偶人 方花骨 过家家 不过最开心的 还是线球 两个人不是轮流拍那个线球 就是往天上抛 线球被抛得好高好高 变得和一粒酸浆果差不多大了 当它好像就要被云彩吸进去了的时候 叮当 传来一丝铃声 这时阿泉就说 看呀 油菜花田从天上落下来了 看呀 这回是织布 线球直直地慢慢地落了下来 阿泉伸开了双手 闭上了眼睛 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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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天上下起了花似的 铃声落了下来 油菜花落下来了哟 落下来了哟 阿泉说 公主把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想不到 线球正好落进了袖兜里 按住淡红色长袖的袖兜 公主对阿泉说 哎呦 这回是织布哟 然后 两个人悄悄一瞧 袖兜里正在织布 小小的阿泉妈 叮叮框框叮框框 正在织布 公主像春天一样地笑了 阿泉也缩着肩膀 扑哧地笑出了声 不过过了几天 阿泉突然就不来了 公主站在阎廊边上 一天又一天地等着阿泉 这样 有一天又哭了起来 阿泉 阿泉 奶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 阿泉是谁呀 于是 公主就一边抽气 一边小声告诉她 是一个穿着短短的和服 没穿短步袜的小孩 没穿短步袜 奶妈的眼睛立刻就变成了三角形 那是身份低限的孩子 公主不能和那样的孩子在一起玩 这下 公主躺到地上哭开了 手脚啪哒啪哒地乱踹 脸都憋红了 阿妩阿妩我就要阿泉 这时 公主的脸蛋像烧了火一样的烫人 这可不行 奶妈想 要是这样哭下去 血就要上头了 于是 奶妈对侍女耳语了几句 侍女又对家臣耳语了几句 家臣穿过长长的走廊 匆匆向马就跑去 不一会儿 一个家臣就骑着马冲出了宅门 有个叫阿全的孩子吗 阿全在哪里 家臣一边这样说着 一边向村子的方向奔去了 不过 还不到一个小时 家臣就骑着马 风一般地赶了回来 不不不好了 不得了了 家臣慌慌张张向奶妈报告道 阿全出马疹了 马疹 奶妈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站了起来 穿过油廊 向公主的房间冲去 公主 公主 这时 公主已经躺在丝绸的被子里了 枕头边上 侍女把药都准备好了 看到奶妈进来 就恭恭敬敬地说道 公主出马疹了 到底 奶妈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公主还在叫着 阿全 阿全 奶妈没有办法了 只好对她说 阿全也出马疹了 和公主是一样的病 也躺着呢 公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啊 一样的病 原来也躺着呢 说完 静高兴地笑了起来 十天之后 总算出好了马疹的公主 赵舅还是坐在最里头房间的丝绸座垫上 边上玩着贝壳担子游戏的 视野出好了麻疹 脸色白得像米粉团子的阿橘和阿藤 可是公主却不肯加入他们的游戏 她的眼睛从方才开始一直盯着细柱柳那边 她觉得阿全那黑乎乎的小手 随时都会从那细细的树枝里伸出来 来呀来呀地叫她 公主不敢把目光移开 阿全再也没有来过 奶妈对开门人和警卫吩咐过了 绝对不能让那个把病传染给公主的坏孩子再进来 不管公主怎么哭 奶妈也不会改变主意 轮到公主了哟 背后阿藤叫道 跳过去 公主冷冷地说 然后就竖起了耳朵 那时公主确实是听到了 叮当叮当 是那个灵的声音 公主抬头往天上看去 院子里的树从对面 出现了一条宛如彩虹般美丽的弧线 那不是线球 阿全的线球飞起来了吗 公主的脸一下子放光了 禁不住站了起来 这时 阿橘在背后慢吞吞地叫道 轮到公主了哟 跳过去 全都全都跳过去 公主尖声叫了起来 穿着雪白的短袜就跳到了院子里 大大的伸开了双臂 去接线球 他大声地叫道 阿全 可是 阿全没有跟在线球后面出现 进不来了 墙上的洞被堵死了 门口站着好几个可怕的守门人 阿全用力把那个线球抛进宅子里 就回家了 就这样 阿全的线球就成了公主的线球 当剩下公主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在阎廊上叮当叮当地拍起了线球 唱着记不大清楚的线球歌 最后 让线球进到了袖兜里 然后悄悄一瞧 就在袖兜里看到了织布 不过 这回的织布多少有点不一样 坐在织布机前面的 竟是小小的阿全 阿全用布手巾包住了头发 背着小弟弟 正用不太灵活的手势 钉钉框框地织着布 那样子 有点像一个小大人 这时公主明白了 阿全不再玩了 要开始学习干活了 不能再拍球 再到油菜花田里风来风去了 公主用双手摸着线球 他盼望在梦中再一次见到阿全 她会双手摸着线球